阿美祖吉郎阿山部落学校在去年三月底揭幕后 7月开学,原定16个名额 因大爆满还超瘦了12名学生 这也是目前屏东、台东、华联三个部落学校中招生最多的学校 寒假即将来临,下学期课程也将在1月20日开学 由于是在炒创过程,其中硬体学校都需要添购 另外在水电及交通的支出量大,造成经费运用短缺 还发生教师薪水无法发放的窘境 光交通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包含水跟电,这个都是在我们硬体上面非常的重要 由于阿美祖部落学校在经费的申请 项目上包括人事、教材、住宿、硬体等 但忽略了其他交通、水电、修缮的问题 为解决燃美之急,所以先将经费调整 造成教师薪资研发的状况 我们还有其他硬体更需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会有在第一阶段,有经费上面一个错用的一个情形 另外,由于东复国小市废弃多年的学校 在先前的修缮上就已经花上不少费用 经过学校向行政院研明会协商后 以追加补足,而决结了失支薪资延迟发放的状况 我们跟严明会,这个磋商的结果呢 它已经补足了经费,所以在经费上 目前已经是没有什么多大问题 虽然基欠教师近三个月的薪水都已经补发 不过由于今年暑假又将招收60位一年级新生 不仅硬体设备或出色要增加之外 教材、失支都将增加 怎么解决,部落学校都还在商讨 能不能顺利开课也是阿美组部落学校面临的新的考验与挑战 记者感谢花莲光复采访报导 感谢花莲光复采访报导